请问师父没这参禅定不了多久 心思就很乱 如何训练参禅才能入定 参禅是参那个不二 定不了多久 定不了多久 所以你怎么不知道觉得定不了多久是谁 觉得好像很安静很定 那你觉得定则是谁 念念不要被你现在身体上的任何感受 任何念头上的任何感受被它欺蒙 那叫参禅 对不对 所以那个禅字从一个开始的是一个单 开示就是彰显 彰显的意思叫开示的意思 单是什么 单叫不二法 开示一切不二法叫做参禅 你能知道那个不二就能入一切二 那个二就包含你现在所谓的什么心思很乱 乱就是这样参 在乱中你都知道绝心是一叫参禅 它不是在乱中你想要找到一个定境 想要从此以后不同意乱 那怎么叫参禅呢 那永远是二 在一个禅字 禅字古时候的发音叫善 这个知道吧 禅这个字叫善 过去不是皇帝传位为子之时 就是过去圣贤 这个过去的这个这个摇顺 这个到哪里 到鱼 是吧 都是传贤 那叫善位 都是善位 他只传贤 他不传子 就是善位 什么叫传贤你知道吗 决心一定是传贤 大决心体传贤 贤者能业 大决心体根本无形无状 道眼叫贱 就有贱的能 能是不是传贤 在贱变色 就有色的能 他是不是传贤 他不传子 他传贤 就是举其能 你要明白任何感受 任何现前时 你明白过去 你以为是业障 你现在要知道 它是举其能 性中之能 你能明白 若是性能 那也是入不二法门 那叫善 但是你这个不二之中 不是只是不二 你还能传贤 你要答一切贤 他就能一切二 但是个二是过去的二吗 不是 现在的二是贤 是能 也叫善产 好